张艺兴官宣和三星解约 网友看后炸锅合约到期了吧 说起张艺兴 想必各位小伙伴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最近这段时间他可以说是被顶上了风口浪尖 自从被曝光后 他也进入到了观众的视线中 事情发生之后 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表达 只是发了一个声明 也没有选择解约 而他的这一举动也受到了网友的质疑 其实这并不是张艺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包括之前的三星 月天 MAC 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张艺兴的态度也很明确 只是发布声明并不选择解约 可以说这一举动也彻底败坏他的路人感 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不清楚 小编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吃瓜 不做到不造谣不传谣 看看接下来张艺兴会对CK有什么样的表态吧 对此各位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